在1911年 国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推翻了中国数以千年来实行的君主帝制 建立共和政府 得力的除了国内一帮满怀理想的有志之士之外 还有散居海外的各地华侨 东南亚是当年孙中山策动革命的海外活动中心 由它一手成立的同盟会 在南洋一带设立了二十几个分会 会员人数超过三千人 华侨受孙中山的感召投身革命 其后战争爆发 他们同样投身抗日运动 救国家于危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十世纪初清末 孙中山在南洋一带宣扬革命的同时 为新派的领导人物康有为 也去到南洋游说华商的支持 两派互相割力 抗日威说是怎么样要去支持 要保皇 要帮光需 那么商人可以接受 因为他最少 他不会显明的是真的反清 他还可以跟中国做生意 但跟孙中山他觉得已经过度了 不必把清朝打倒 改革就行了 改良就行了 华侨商股 很多都拥有大清官含 和政府的关系千丝万类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于是转移向中层 和低下阶层的华人 寻求支持 因为孙中山的口号有两种口号 一个口号是反清 虽然不是复明 但是我们是反清 把满洲人要赶走 使得我们汉人 重新来建立我们汉人的天下 这种概念 一般的这些普通的人 是很能够接受的 跟林文庆 跟这些林一顺他们讲的时候 他也不同了 他讲现代化 现代化 民主 国家 民主 民主国家 国家的这个强盛 王庚母口中的第二种海外华人 全部受过西方教育 向往西方的民主革命 所以他们很多都成为 孙中山的忠实支持者 好像林二顺的舅父张永福 是新加坡晚程园的主人 1906年 他将整堂别墅 捐给孙中山 并且成为 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中坚分子 开办中兴日报 和同德书报社 鼓吹革命思想 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之后 革命派再向马来亚扩展 孙中山多次下南洋 当地华侨的捐助 也是他起义的重要经费来源 好像武昌起义 所需的经费 其中两成就是来自新马华人 奔城的庄荣渝 是当年孙中山 经常倡议革命的地方 这边是他是月书报社 所以他是一个活动中心 也是他开会的地方 孙中山先生选定在这边 要成为他秘密的会议的地方 这个屋子当然有一些特征 尤其是他屋子里面前面 是有一个行人所走的 我们叫做五家鸡 楼上可以挖一个洞 贾鲁先生他在楼上 谁要进来都可以从这个洞里面看到 我祖父那个时候 他支持这个同盟会 在印尼的这个同盟会 有关那个书报社的事情 华侨书报社 就是同盟会 在南洋 在印尼的这个化身 梁世貞的祖父 梁密鵬 是印尼客家乔领 1905年 他帮助孙中山 在瓦加达 创办华侨书报社的前身 冀蓝社 还在印尼各地 托展五十几间分社 招揽会员过满 1911年 有一个体制 那些很多受国民党的耀眼 很多 民国政府成立 孙中山 亲不写星而状 表扬对革命有贡献的人 梁密鵬那一张 将由后人造成石黑版本 安放在他的故乡 广东梅院 重口震 他们有说嘛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南洋华侨 出力比出钱更重要 出力是什么 牺牲的 去跟他打仗去 陪他去到越南去 在这个打广西 或者到回中国去 到广东去造反 许多是南洋华侨 跟得去的 但这是工人界界 年轻的 十八九岁 二十多岁的工人 听了他口号 很感动 叫他们去 帮他去 打革命 他们自愿的 黄庚武教授提及的 年轻华侨议事 包括温生财 他是马来亚石礦工人 1911年 因为刺杀广州将军 夫妻不遂 被判处死刑 而1911年4月 广州起义而牺牲的 七十二位列士 及后查证 牺牲的应该有八十六位 其中三十个 来自海外华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来西亚的光华日报 是全球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海外华文报章 明年就会庆祝创办一百周年 光华日报当年是由孙中山领导的南洋革命党创办 一直运作到今日 当时南来的华人 当时南来的华人受文化教育的并不多 受到几百年来的传统效忠于皇帝 所以他们就这个报纸搬的时候 来破坏这个封建的思想 这样创办光华报 结果这个受到政府这个英国政府的压力把它关掉了 后来的时候就在最后就把它办到冰城来 冰城的这个光华报呢 也就是继续策划以后 就在1910年的12月20号正式出版 早在光华日报创刊之前 孙中山的革命派 和康有为的维新派 已经透过报刊 展开激烈的舆论战 当这个维新派在新加坡创立了千蓝星报 革命派也创立了中星日报 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思想上的论战 就改变了海外华人华侨 对中国未来的认识和体会 他们需要一个怎么样的中国 从这样的一场思想的论战方面 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 1910年 以奔成为基地的光华日报 接替陷入财政困难的中兴日报 成为革命派的机关部 光华两个字 就是寓意要伴布光复华夏 开办的时候 法王派的人还是很强的 因为我们的广告收入不多 还有就是说政治的压力 几乎要倒了 刚刚好是因为他们本来要办明报 那么后来觉得说我们的革命已经成功了 这个明报不必要光报存在 就把那个一万块钱 把那个明报存到的一万块钱 全部已给光华报 《光华日报》创办不够一年 《辛亥革命》成功 报社之后就一直经营到现在 不过随着局势转变 报纸已经减少政治色彩 多了关注民生议题和华人社团的消息 马来西亚目前总共有13家华文报纸 去年广告收入有近3亿美元 仅次于英文报章的4亿7千万美元 到了今天主要由于这个中国的崛起 中文价值的提高 华文报 一向来他们在推动中华文化 那么维护这个华社的权益 报导华社的活动 反映华社的新生这方面 一路来我们都在这里 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今年100周年 就是以村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 作为我们在100年后 要继续扮下去一个最重要的使命 华文报章 华人社团和华文学校 被视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 在二十世纪之前 东南亚华人主要在私塾接受华文教育 私塾一般都是以方言授课 读的是四书五经 到清朝后期推行教育改革 再加上康有为的维新派 和孙中山的革命派 相计在南洋开办学校 传播政治思想 东南亚的华文教育 于是进入新时代 中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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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世俗制度要改成向西方的现代化的教育制度 分成小学、中学和大学 还要强调科学、科技、树里的教育 以便培养一批国家有这方面人才 汪水皇帝为表达对新式学堂的重视 从中国送了这块牌匾给中华学校 这个匾的意思是身教南纪 应该是说除了中国本土之外 来南洋办教育 这个教育也带到南洋来 我是1915年出生 过七岁的时候我就进了中华 因为我自己喜欢读华文 我的家长也是要我去读英文 刚才才有出路 但是我自己说我们华人读华校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的父亲很开放的 所以我来他就读我读华校 那个时候有国文 有数学 那些地理历史有题 还有加上读算 一般读是几个多数 多数是一个老师叫几个学生 在明天一早上 就想到 我就上学了 中华中学开办初期 无论课本 老师 甚至校长 都是从中国引入 慢慢才培训出本土的诗资 民国以后 华文学校的出现 有越雨后春春 尤其到五四运动期间 再次换起了南洋华人的民族意识 于是 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 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文学校 蓬勃发展 在新东山以后 所以民国以后的教育政策里头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就是读书不是为了赚钱而已 读书不是为了做生意 而是为了自己维持保护 保卫你的华人的心态 华人的地位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 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的尊严 一定要把中文学好 这个概念就开始发生 那家vable 王呐 王满 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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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興亡, 匹夫又窄 早期僑居外地的華人 幾乎全部都認定自己是中國人 國家又難, 他們意不容辭 1937年, 七七盧溝橋事變 日本全面發動侵華 抗日戰爭爆發的消息傳到南洋 各地的華僑在1938年10月10日 齊集新加坡華僑中學禮堂 宣布成立南洋華僑囚鎮祖國難民總會 簡稱南橋總會 推舉得高望重的陳嘉庚, 擔任主席 而和軒是新加坡華商的俱樂部 當年, 就變成陳嘉庚領導愛國運動的大本營 後來, 她索性搬來住 專心籌早抗日活動 連家裡也不通過 一旦, 父母沒有太多錢 她接近父母的家庭 smooth小聲 Amsterdam 人便得過 ihm為 OFF ują她為些美食 然後接壇 流行發 Administrator 可是她不 haber在家庭 他想過 我的餐體 大概青座 他是否純焦要發展 來電 obey 甚至太悶隱喊 fi罪 所則 是尊心於火 外的父母 各底 他有牺牲的精神 他的名言就是 身家可以牺牲 是非不可以不明 一切以国家民族为主 是他这种精神的感召 让人家对他敬仰 早期的新加坡社会 帮派的一种观念是很严重的 福建人就是福建人 潮州人就是潮州人 广东人就是广东人 有一些地方是传统的福建人 做生意的地方 而在新加坡河旁边的人 却是潮州人的天下 那个时候一些潮州商人 并不很合作 因为身家跟筹募这个一款 中间一个最主要的就是 土产捐 好像塑胶每一吨你要捐多少钱 那个胡椒每一蛋要捐多少钱 那么那个时候 有一部分人 季节 季节就是 季节健康 那么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 福建人跟潮州人之间的一种 疏远的关系 不过陈家庚总是最后 克服了这个困难 在陈家庚号召之下 南洋的华人破除戒替 移卖 移演 各类的物资捐献相继出现 甚至婚宴上收到的礼金 都用作捐款 另一方面 罢卖日货的行动 也都在华舍蔓延 我看到我哥哥 当时参加一个地方的小组 就酸团 华侨的香店 不要卖里边 同时就是经过几个警告 警告以后就没收了 有的太太穿着礼品的布 有的学生行动 就把他剪掉 把他 表示这个 当时菲律宾政府 都拼来这个 不能做因为 这个政府不是我们的 但是 他应该还是同情我们抗力 所以他们还不太干系我们的作画 根据陈家庚的记载 不计当时仍然叫 暹罗的泰国在内 南洋华侨 一共有五百多万人 每个月 他们捐款国币七百三十四万元 再加上华侨本身 寄回乡下的钱 这一大笔外汇 对陷于水深火热的中国来说 是最有力的经济支持 一九三九年春天 日军的战火 几乎蔓延大半个中国 多个省市已经被日军封锁 物资补给都出现困难 三千多个华侨青年 从南洋各地赶到中国的云南 保住的是一个共同的信念 雍家贵 当年二十五岁 他不管家人反对 加入当时成立的南洋华侨机工 走上从未踏足的国土 开始他的救国之旅 日军侵华第二年 沿海的港口几乎都被日军占领 外国军事物资和援助要输入中国 唯一的通道 只能靠这条从云南通往缅甸的 顛免公路 三千多个来自南洋地方的热血青年 因为识开车和维修机械 于是就在这条当时世界上最险峻的公路 负责运送补给物资 相当辛苦 下雨什么如花 有花口 听声我就是回答 好像还只是打一个眼睛 他如果立下来听到 眼睛脱掉了 脸上就是有个眼睛的样子 要吸了脸了再示范 那个小时相当辛苦 天免公路 穿越高山尽力 跨过急速破坏 不单地势险耀 气候落差也相当大 三里不同天的路况 令到行车更加危险 当年在这条千多公里长的公路上 牺牲的南桥基工 一共1028个 汤晓梅的父亲生前也是南桥基工 今天他来到边缅公路上的战争遗迹 围通桥 想起自己曾经采访过的行车基工 我采访过他们那么多人 他们从来没有那种豪情壮义 或什么感慨诚词 说我当年是怎么的 甚至于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讲过 在爹面路上怎么艰苦 他们跟我说的都是 在交谈中经常和跟我说的是 他们在这个因素过程中 遇到的很好笑的事情 很好玩的事情 让他们不能 比如说我采访他们 谈他们自己的时候 他们觉得好像没什么好谈 但是他们一旦 如果让他最深刻的事情 他们往往谈的就是说 他的战友在这个运输当中 遇上敌机轰炸 或者什么掉到这个 这个这个悬崖峭壁下 那他们也是 他们会流下流下泪 这个就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哦 哪个小时 他集中就是一个思想集中 我是回来扛住的 我们不是回来享受的 我们不是回来享受的 似乎这些不叫 似乎来了这方面不应该 大家都是红红红红红红的感 我觉得当年华侨机工回到中国来的时候 他们的国民数字 国民意识 比我们国内的民众 是要高一点 而且他是自愿的 来参加中国的抗战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 云南路江的围通桥 被日军炸毁 切断了边缅公路这条报级线 香港对外 记不见见 不打老百姓 不打自己见 哪个小想也想不回去 也回不去 没有路了嘛 日本站立了 也没有想 但是呢 很没死 我死的好多 好多假许人死 没有犯死 死得犯红红里面 雍家贵 熬过战争的苦日子 一直留在云南 直到现在 现在的南修机工 在全国来讲 没有超过十位 我觉得就是 我们给予他的实际上是 把这段历史完整地呈现在 我们的后人面前 他们是很平凡 很平淡 很微小的 就是我们当初说是皮肤 就是这么成千上万的皮肤 才组成了一只浩浩荡荡的抗日队 我就是因为他们微小的人物 做出的事情 更能教育我们这一代的人 2005年 几乎被历史恩末的一班 南修机工后人 在滇面公路 位于中国边境的终点城市 远丁 树立了这个纪念碑 纪念碑前的石像 就是当年号召他们回国抗日的 陈家庭 陈家庭 你是我们的爱的故乡 国家概念在外国的华侨 尤其住得很久在外国 住久了之后 对中国的国家概念也特别特别深 爱国的精神 那么使得中国人知道的 华人在外面也同样的同情他们 怎么样的帮助他们 基本上就是给中国的这种 概念说 对外海外还有很多人支持我们 这个很重要的 心理上也很重要的 泰国曼谷南部有一座 矮光炎纪念堂 每年十一月都会举行公祭 这项纪念活动举行了69年 在海外华人社会圈子 可以说绝无仅有 纪念堂正宗 爱国忘身四个字 正好形容矮光炎对国家的忠贞 他被认为 是第一个为国捐躯的抗日华僑 1936年 毅光炎当选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 当年六岁的毅感忠 经常跟爸爸出席商会活动 我父亲他总是念念不忘 自己是中国人 而且也把这些拿来教育我们 总是提醒我们说 不要自己 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就是这句话 还是说的是最多的 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的军队在前方作战 桥居在外的华僑 就不断捐钱捐物资支援战士 身为华僑领袖的矮光炎 震备一呼 泰国的抗日救国运动 随即开始 第一个当然是全民的捐款 当时没有大使馆 主要的是中华总商会 所以当时他号召大家热烈捐款 来支援抗日 各个阶层都冻起来 除了一些商家捐款以外 像我们当时才七八岁的孩子 也到街头上去募捐 拿了个盒写 写说要抗日 然后请大家捐了钱 矮光炎率先购买救国债券 由东沿华僑拒绝卖米给日本 抵制日货 结果短短半年间 泰日两国贸易额预减一半 对日本经济造成很大打击 因此矮光炎就成为日本的 头号眼中钉 1939年11月21日 矮光炎在曼谷唐人区 被日本特务暗杀 当时我父亲已经受到重伤 也没有什么力气 不过还是说我虽然死了 你们不要痛心 中国一定会胜利的 矮光炎的死讯轰动整个泰国华侨社会 举陈当日向他致敬送别的人 站满中华总商会外整个广场 今年是矮光炎逝世七十周年 他生前的教会 家人一直名记在心 而且 谁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根 自己的家乡 缅怀因为为国家为民族 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甚至于生命的劣势 缅怀是永久的 我们认为这个怀念 是在每个人的心里 这才是永久的事情 我们也还是经常教育我的子孙 就是要永远记住自己 是一个华裔 虽然是有外国的国籍 不过就是爱中国的心 还是不能没有的 二战期间 日军的战火从中国 扩展到太平洋的战场 一九四一年年底 东南亚地区也相计淪险 日本开始打马来西亚的时刻 英国政府叫我阿爷 组织一个义用军 我阿爷答应 就组织一个义用军 日本越打越近 有一个好朋友 是顿尖团 他就劝我阿爷 你快点早点走 日本是捉你 头一个是捉你的 我阿爷说 不行这样做 因为我是组织这个义用军 我是他的头 我怎么能走 由于南洋的华人 不断出钱出力 支持中国抗日 所以日军对侨领 都恨之入骨 陈家庚在新加坡快要淪险的时候 为了保存性命 化名李文雪 避酒爪蛙 我阿爷在新加坡 都是有很多日军 把他的名字和照片 到处吊住 同时有 看看谁能够捉拿到他 都有得照片 有100万的赏金 但是在这段时期间 我亦都听很多家族 是这样说 他分分钟 身上都是有一包披箱 万一被日军捉到他 捉到阿爷 他就马上服用那包披箱 不准备洩漏任何消息给日军 新加坡终于失手 英国殖民地政府投降之后 日军开始进行肃清行动 主缺曾经参与抗日的人 当中大部分是华人 根据当时华社估计 日军侵战时期 有大约五万个华人 死在日军手上 在菲律宾 日军占领玛尼拉之后 第一批被囚禁杀害的人 亦是华侨 当中包括 华侨商部的社长于乙童 我祖父每天都有写一篇社论 接着那个社论 就影响了华侨社会 1930年代 特别对菲律宾人来说 他们菲律宾人不觉得日本人是不好的人 或是要侵入他们的 觉得日本人是他们的朋友 但是中国人这一方面 他们知道 因为日本已经侵入中国了 他们都知道这些消息 所以一直就是发动那些抗日的运动 他就是利用那个报纸 做了很多抗日的运动 华侨商部创办于1919年 在菲律宾华人社会当中 有相当影响力 日军占领玛尼拉之后 命令当时因为战争而停刊的商部 复判 日本人的要求是 要他把报纸再办报纸 再印报纸 但是当然那个报纸就不说中国人的话 就要说日本人政府的话 我嘱咐不肯 给他们带到那个中国人衣衫 他们一起是十个人 给他们枪毙 与尔彤和九个华侨领袖 在同一天被日军处权 结果这件事激发不少华侨青年 参加地下组织 协作盟军反攻日本军队 今天他们白发苍苍 但是对自己当年的经历 仍然记忆犹新 我是在这个地下报 听这个南京 重庆的消息 这所有的分化 然后被这个美国枯竹 美国是务性的 军委嚷大 所以你带到中国爱国的心情 又何個好 當時立平法縣 你看法轎道道 就會抓地做老 你必須要準備犧牲 因為立平抓地去 沒有一個人 能夠和哥哥來 很多粗異都不不解放馬里拉 配合美軍、配合空旺、配合空旅、 配合空旅跟美容軍、解放馬里拉 解放馬里拉 我們有這些馬里拉的博物是發生苦 一個是為祖國的抗力 一個是為喬治地的抗力 因為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喬治地 是不是有兩個送大的令入 是不是 1945年8月15日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南洋的華僑和祖國的人民一樣 心情激動 八年抗戰 終於告一段落 二戰結束之後 當大部分東南亞華僑 正面臨殖民統治瓦解的新政治形勢 中國又陷入內戰 一九四九年 共產黨在北京天安門承留 宣布新中國成立 意識形態的分歧 導致部分東南亞國家和中國斷絕外交 甚至引發台華浪潮 下一集 將會否釋華僑在新形勢之下 如何面對挑戰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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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 過去 中文字幕提供 位於首次 剛才成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